今天总体是个好日子 各种复杂 但是重要的事情讲两遍 今天减仓了 已经不是满仓状态了 大概减了小三成左右 重要的事情讲两遍 今天大概减了三成仓左右 元旦之后 就是3月31号之后 A股吃云下跌 跌了好多天 出现了一波小银鼓呆 那么接着今天呢 大部分的危险 可能还差个3%到4%回本 还在为回本的努力 但总体来讲 马马虎虎吧 今天领导的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今天叫做 爱尔盖尼先提早银潮 这个主要是 在假期期间 美国那边 open eye出了一个 爆炸性的收入 这个对人工智能来讲 是属于化时代的 因为最开始掐的ETPT 它只是图片文字 那么图片文字 现在已经到了视频了 大家知道 以前呢 以前的1G2G3G4G5G 也是这样 4G指的是视频 3G就可以发产生了 然后2G呢 就是可以发图片 那个 就可以发文字 现在的人工智能呢 也可以进化到 进化到这个 视频了 这属于化时代意义的 而且 说完了这个视频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惊艳 这个也就是 爱尔盖尼先提早银潮 我们今天简仓的呢 主要也是一些 爱尔人工智能 因为这里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 应该是真的人工智能 不是假的 美国的真的 美国有 这个英伟达 垄断这个芯片GPU 还有呢 OPI 还有这个微软 过两天呢 这个谷歌啊 Meta 也要发布 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 但是我们 我们 我们这边的人工智能呢 太假 几乎就没有什么 像样的人工智能 当年炒 新能源的时候 美国有特斯拉 咱们这边有这个 比亚迪分钟的时代 但是这一次呢 老美的别人工智能 遥遥领先 用华为的一句话 叫做遥遥领先 领先了不是一点两点 比如说人工智能 需要的这个GPU 也是芯片 现在老美的芯片 可以做到3纳米 或者是1纳米 我们现在做7纳米 都费劲 都非常非常费劲 所以说这个差距 不是一点两点 今天炒的 比较是比较火的光模块 但是光模块大家知道 光模块主要也是 购用给老美嘛 全球十大光模块工资 我们国家占了七个 但是 这个药明康德呢 你供货给老美 结果呢 老美要制裁你 好了 药明康德大跌 你说现在这个光模块 供应给老美 老美大大跌 是不用你的了 或者说给你制裁一下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找这个人工智能呢 可能就有点乱长 就有点乱长的感觉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今天主要卖了点人工智能 其他的没这么减仓啊 人工智能呢 那讲到这个GBO呢 就讲到今天打几的券商 大家知道今天股市的总体 都券商在跌 其他的都没这么涨 都没怎么跌 那券商为什么跌呢 其中呢 有一个华安证券 发布了SG左脚的不真实 研跑 则利用证改 应该不是事件的终点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啊 股市这么多乱象啊 跟券商是脱不了关系的 这个雪球产品谁搞出来的 雪球产品也不还是 不还是这个 不还是券商搞出来的吗 因为大家知道 债券的利息是非常低的 债券的利息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股票的风险又比较大 雪球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介于 债券和股票之间的 一个东西 就是风险要相对大一点 然后收益率也相对大一点 它只有在雪球 只有在出现极端情况之下 才会枯成本金 那么结果呢 你看我们A股就出现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了 结果这个出现了一波小股灾 尤其是跟雪球 跟雪球挂关的一些 中正2000呀 这个中正500呀都打猎了 那么这个跟券商没有关系吗 有这么多年 这个APO使命上 使命上 一些乱七八糟的公司 沙斯公司质量不咋地的 跟这个券商没有关系吗 肯定也有关系 对吧 券商呢 这个估计要整顿一下 然后呢 券商的业绩 你虽然说可能会影响 但是大家怎么看 因为券商 大家知道 券商还有支行盘 比较中心证券 其他还有 还有这个 华雅基金 你股市涨了 那券商的支行盘 应该也是赚钱的 包括 包括呢 这个 你看最近股市涨了 最近股市涨了 你看这个成交量 大家看到这个成交量 最近一直都是万亿 万亿规模的成交量 那成交量上来过之后 券商业绩难道不好吗 券商业绩应该也会好 所以券商要是跌多了呢 券商跌多了呢 应该也是忌讳 但这两天可能要调整一下 他这个SD佐江的报告呢 就是讲到了一个GPU 因为SD佐江啊 他前期上市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GPU 那个GPU呢 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怎么回事啊 当时呢 他说啊 SD佐江是国内 GPU技术领先企业 公司完成自主可供 GPU芯片 掌握行业最核心进行力 这个真言说假话呀 怎么个真言说假话呢 他说2023年1月份的时候 确认有1261万的GPU芯片 销售合作 就是2023年1月份 有一个1261万的GPU 销售合作 那么怎么销售呢 总共卖了400件的GPU芯片 而这家公司呢 就是北京浩街 续辉科技有件公司 那么这个续辉 有要何为公司呢 它是一个分销商 然后呢 这个分销商 他不是买了400件的 这个这个GPU嘛 其中370件 存储在仓库里面 20件呢 由销售人员进行市场推广 其余10件研发 看到没有 比如说SD佐江 当时他虚构的 这个普通算虚构 1261万的GPU 但是很有可能是 做一下制导自演的 制导自演的 370 总共卖了400件 370件 存在仓库 20件呢 由销售人员进行推广 还有10件呢 还用工业研发 但是你看 总共400件 一片大概就30万 其实是非常贵的 对吧 他说DPU行业 真实败 然后呢 他这个研报呢 他这个研报呢 他用了大量评论 比如说GPU的行业发展 前景好好上线高 在服务机领域 其实这种领域 就有重要的力量 这不是废话吗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这个GPU发展 前景好 上线高 对吧 他这片研报 可能总共比如说50页 48页都讲 这个GPU怎么怎么 这么好 最后两页说了 这个SG佐江呢 这个GPU业务当中了 对吧 这个研发能源 怎么怎么样 这个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都是引用了 这个佐江自己的 自己都没有去调研 对吧 他没有这个 最关键的销售收入就没有写 所以研发费用里面的销售收入 磨利率 实在率 这都没有写 你看他这个报表写的 就是非常丑的 所以说这个券商呢 应该是属于这个 这个就属于 专家想出货了 找个券商 然后写个研报 对吧 勾结一下 所以说以后呢 这个券商满快 确实需要整顶一下 你这不这也是个话吗 你这个证据公司 难道不知道这个佐江 管这个怎么情况吗 这还还写更业这个研报 那去拉大之间调整 但是我们出国的佐江也能看出来 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 给老美的人工智能 差距不是一点两点 而人工智能的持续上涨过之后呢 应该来讲 可能也是要 也是要这个 减点仓了 也是要减点仓了 然后今天呢 上午最强的人工智能 后来涨了涨了 中正呼就起来了 中正呼起来了呢 机构调研聚焦市值管理 上市央企表态基金会爆股 大家不能因为这几天涨了 就觉得哎呀 这股市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内外环境啊 是比较复杂的 其实以后呢 这个央企啊 国企的中正呼呢 应该也是一个必有之母 毕竟房子卖不出去 土地卖不出去 这个市值管理还是需要的 而且国家内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买了很多 这个央的国企 他们肯定还是要继续这个 要跌了的话 不就亏钱了吗 而且呢 这个央国企呢 他也有一点 有些公司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像这个煤炭和石油 没看懂 这个煤炭和石油 为什么一直找 就没有完全看懂 这个屋里面 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三难云营章 三难云营章呢 其实跟这个人工智能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收入啊 他除了是人工智能 他也需要大量的宽带 比较升级 假如你的宽带升级不了的话 其实你这个零工智能 也搞不出来 对于三大运行商来讲 也是个利好 还有呢 高速公路 大家知道 高速公路分红是 非常不错的 汽车卖得多呢 高速公路对吧 你这个 咱来不起房 绿油总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高速公路呢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一个中退平方向 高速公路 三大运行商 券商今天是 整个股市唯一调整的 要是明天再调整一下 也是可以的 从技术面来讲 上周五呢 是六零线 生命线 今天呢 涨过六零线了 但是你看 现在马上逼近两千九 你说两千九都盘整一下 都不震荡一下 直接 就图三千可能性也不大 再加上今天再涨呢 就连涨四天了 这是有获利牌要跑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就稍微捡了点点仓 怎么来看呢 股市呢 也不是说就看好 就接下来呢 你自己选公司 接下来就是 大盘已经没有风险了 主要就是看大家选股票的水平了 你的成交量非常不错的吧 主要就是看大家选股票的水平了 你要选得好 今天都赚得好呢 未来的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呢 假如说你不知道如何选的话 可以过来进去直播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